大秦 大秦帝国第三部 金戈铁马 第三章 东方龙舌 一则为公 一则为私 苏代毫不犹豫 为齐秦之好 齐国不好荣流干茂 为私人计 齐有干茂 孟长军与我 何以处置 宣太后笑了 这话实在 我信了 魏冉也醒悟过来 如此说来 秦国要报答齐国了 丞相何其直白也 苏代一阵大笑 邦交来往 利害为本 齐国调民罚罪 兴兵除害 秦国若能助一臂之力 相得一张也 何有报答之说 调民罚罪 魏冉冷冷一笑 齐国又要吞灭谁家了 苏代正色拱手道 太后丞相尽知 宋衍即位称王以来 残虐庶民 亵渎天地 横挑强林 夺楚 淮北之地三百里 夺齐 五座城池 又吞灭 腾国薛国 天怒人怨 天下呼之为杰送 齐国讨伐此等邪恶之邦 岂非调民罚罪 若能得秦国相助 东西两强之盟约 将震慑天下 此 邦交大利也 愿太后丞相死之 秦国出兵 可能分得楚国一半土地 魏冉沉着脸 硬邦邦一句 苏代笑道 秦国驻齐灭宋 齐国便驻秦灭州 三川之地 虽不如宋大 丰饶却是过之 也就是说 秦国只出兵 不得地 魏冉硬生生 将话挑明 宣太后笑道 尚卿说明了便好 丞相何须如此急色 苏代呀 此等聂国大计 容我等想想再说了 三日 我回你 说吧 起身静字去了 行人送尚卿出宫 魏冉吩咐一句 也大秀一甩去了 此时只能刻随主便 苏代微微一笑 回了驿馆 用完碗汤 苏代在驿馆庭院中 转悠思寸起来 苏代明白 此行只是试探 既是试探 便无需一定要秦国 一个明朗承诺 尽可先说开话题 叫秦国君臣去记忆 尽管没有明朗 苏代还是敏锐 察觉到了宣太后与魏冉 对齐国灭宋的冷漠 甚至隐隐地嗅到了一种 强烈的敌对气息 灭宋尽管是齐国 数十年来的梦想 但没有适当时机 没有天下大国的默许 与盟约 这个梦想很难成真 根本因由 在于宋国是一个 仅次于七大战国的中原王国 吞灭腾靴两国之后 宋国更成为 卡在楚 魏 齐 韩之间的 一片辽阔缓冲地带 谁但灭宋 便立即直接面对其他大国 形成对中原几个战国的 直接威慑 且不说秦赵两国 便是楚 魏 韩 也不会赞同 齐国独吞宋国 正是因了这种牵制 对宋国垂涎欲低 且都有实力灭宋的几个大国 谁也不能动手 偏是这个宋康王狂妄热婚 竟果真以为 战国朱强对他奈何不得 十数年间东征西战 趁着山东六国与秦国拉锯大战 夺齐 武成 夺楚 三百里 还吞灭了两个小国 依然无人干涉 于是 宋国成了中原 唯一不是战国的大国 比另外一个趁乱称王的中山国 强大了许多 宋康王也是老儿弥辣 竟在八十岁的高龄上 雄心勃勃 自诩好手中心 要恢复宋湘公的雄徒霸业 如此一来 灭宋成了一个更棘手的难题 齐宣王时期几次向灭宋 都在苏秦的兼职反对下作罢 原因是投鼠忌器 时机不到 齐敏王即位以灭宋为大业根基 可苏代与孟长军也是一力拖延 根本原因也是在等待时机 以苏代的谋划 齐国得首先了了与燕国的仇恨 然后以分宋为盟约 联合至少四国灭宋 方可成事 然则秉性乖利的齐敏王一意孤行 断然要独吞宋国 只是因了苏代与孟长军的反复劝谏 齐敏王才勉强赞同苏代初始结盟 但却有一条帖则 只能谋取他国出兵 不得答应他国分宋 如此盟约 能有谁家欣然赞同 本想以处置甘茂的谋划 换取宣太后与魏冉的支持来灭宋 谁知却碰了个软钉子 宣太后显然不悦 只是没有公然发作罢了 禀报上清 一个半座文力的随行赤喉 匆匆走来低声道 一辆资车 接走了宋国特使 何时 接到何处去了 苏代顿时警觉起来 大约半个时辰前 末将跟出驿馆尾随 看着资车进了丞相府 好 继续盯住这个宋氏 但有一场 立即来报 嗨 赤喉转身 大步匆匆去了 原来 宋康王 对齐楚寒卫四国 也是紧盯不放 二十多年来 不管中原战国 如何咒骂杰宋 如何咒骂老宋衍 好手匹夫 老宋衍都没松了心劲 相反 恰恰是这种铺天盖地的咒骂斥责 反倒助长了老宋衍的雄心气焰 在夺得齐国武成的庆功大典上 老宋衍对忠诚追随他的一般将军说 本王五十三岁即位 不畏天命 不畏鬼神 为以忠兴先祖霸业为重任 普天之下 除了秦国 任谁 也挡不住我大宋战车 仲将军一起齐声高呼 宋王万岁 忠兴霸业 老宋衍 则是一阵哈哈大笑 本王指一个字 打 先打到天下第八战国再说 这个目标似乎近在眼前 将军们一片呐喊 黄黄大宋 第八战国 晚岁 正在老宋衍与将军们秘密商议 准备对韩国发动一次灭国大战的时日 赤喉传来了 齐国要发动三十万大军灭宋的消息 老宋衍再狂妄 毕竟还知道 三十万大军的分量 陈吟一阵 冷冷一笑道 谁说田地是青椒 一条海蛇而已 老夫来一次赏兵伐谋 合纵秦国 切了这条海蛇 大隐华了立即赞同 慷慨请命出使秦国 老宋衍一点头 华了轻车俭从 连夜奔赴咸阳 大隐是宋国的主政大臣 在春秋之期 宋国是一等诸侯大国 为了撑住殷商王族后裔的体面 官职设置黄黄其楚 六卿四师五司等 仅大臣职位就有四十二个 官职虽然很多 认识却是一团乱麻 当时天下对宋国的官职设置 有个评判 说是 宋之执政 不居一官 清无定职 职无定制 几百年下来 官职营缩无定 大臣嗜权不明 变成了宋国传统 进入战国以来 宋国就像泄气的封囊般干瘪了 国中大臣官署也辽络的 只剩下七八个了 因了在战国初中期 宋国曾经长期依附楚国 便在官制上向楚国靠拢 六卿 五司等执政大臣 全部莫名其妙的没有了 原先很不起眼的 仅仅相当于中大副的大隐 便成了唯一的执政官 而且名字也改叫了 楚国的另隐 其余一般将军 则随时定名 没有任何惩罚 到了老宋衍夺军称王 文职大臣 几乎只剩下这一个大隐了 这个大隐 是宋国老氏族化氏的第十三代 叫做化了 化了的先祖化元化都等 都在宋庄公宋锦公宋贡公时期 做过上清幼师等显赫高官 此后代有重臣 竟似宋国的长青树一般 到了老宋衍即位 这化了雄心未免 与一般将军牢牢跟定了这个雄主 一心要做第八个战国 化了多有奇谋 为老宋衍谋划了一个又一个 令天下目瞪口呆的京士举动 摄天 边地 城王 攻函 攻旗等 于是 老宋衍对这个半文半武之才信任有加 将一英治国大权全数交付化了 自己只管阔军打仗 于是 化了成了举国唯一的一个文臣 所有的政务都由他的大隐府料理 倒也是事半功倍 效率其高 以化了谋划 宋国与秦国不搭界 秦国不会灭宋 宋国也不会攻打秦国 只要宋秦两国合纵 便是天下无敌 而合纵秦国之要在于结好权臣 对于墓下的秦国来说 就是要结好宣太后与丞相魏冉 许其好处 秦国的力量便是宋国的力量 化了在宋国烂泥沼摸爬滚打数十年 深信在这个利欲横流的大争之时 土地财货的力量是无可匹敌的 谁知 到了秦国 不说宣太后 连魏冉也见不上 丞相府的行人只撂下一句话 丞相公务繁忙 无暇会见特使 大人能等则等 不能等则请自便 言下之意 是要驱赶他回去 化了自然不相信这种托词 写了一个泥锋密件 又用重金贿赂了那个行人 托他将密件务必交到丞相手中 大约是看在那一袋金灿灿的伤筋面上 行人总算沉着脸答应了 密件刚刚送走 化了就看见插着 齐国特使苏的摇车 驶进了驿馆 连忙闭门不出 他只打定一个主意 会见未染之前 绝不能与这个精明激变的苏黛碰面 谁知 刚刚关上门小气了片刻 一程悄无声息地进了门 说是丞相府派资车来接他 化了一听大喜 立即翻身做起 带好宋康王密信 急步到了脚门 钻进了四面垂帘的资车 大印匆匆入寝 究竟何干 未染一句寒暄里让没有 黑脸兜头一句 化了连忙甚深一躬 丞相明鉴 宋国心意 密件中尽已明白 密件 哦 我还未及打开 未染一摆手 大印先请入座 拿起了书案上 一个泥风竹筒 撞得旁边一个紫色皮带 花朗一响 化了心中不禁一沉 这分明是他送给行人的那袋 伤金 如何到了未染案头 行人不爱钱 还是未染太黑太狠 一时想不清楚 未染看完了密件 悠然夺着步子道 大印是说 要将陶义 割给本丞相 做封地 丞相明鉴 化了跨前一步 陶义 乃陶诸公发迹之福地 被天下商骨 呼为天下之忠 一等一的 留金躺域商会 化了以为 天下为丞相 配享此地也 也好 未染淡淡一句料过 太后 大印用和礼物说话 化了顿时愣证了 天下功利 贿赂权臣只能一人 其余关节 当由受贿之权臣打通 如何 给丞相割了 如此一块心头肉 这丞相还要送过 给太后献礼 难道 宋国还有比陶义 更丰饶的都会吗 猛然 化了一篇书案金带 顿时恍然醒悟 这未染 实在是太黑太狠了 小到吃下鼠力汇金 大到独吞陶义 当真是天下罕见的巨探权臣 可自己又能如何 合纵秦国的使命一旦失败 那个说变脸变变脸的老宋衍 要找替罪羊如何饶得了他 化了思存片刻 一咬牙道 若得与秦国合纵 愿将齐国武成 献于太后 齐国武成 是宋国夺下的那武成吗 魏燃冷冷一笑 正是 巨也则判 齐夕武成 百里卧也 化了骤然又是精神大振 然则 本丞相如何叫太后相信 这是宋王亲笔书简 请丞相成于太后 化了连忙从大袖中 捧出一只细长的铜管 打开 魏燃一声吩咐 旁边的书吏接过铜管 割开风泥 掀开管盖 抽出一卷羊皮纸双手递上 魏燃花地展开羊皮大纸 一眼瞄过 随手丢到书岸上 冷冷道 此乃宋王私笔 并非合纵盟约 做不得书 丞相诧异 花了大吉 大宋朝野皆知 宋王亲笔最见效 比寻常国书 有用多也 魏燃罕见地呵呵笑道 还是大宋 老宋王一指私书 便向合纵连横 以示天下一棋 大隐九掌国政 竟然也恭行此道 更是天下之大棋也 一脸的鄙夷与嘲讽 华了不禁满脸帐红 连忙深深一躬 丞相明鉴 宋国久不与天下来往 原是对邦交生疏了许多 该当如何 赶请丞相指点 魏燃又黑了脸道 其一 要立盟约 其二 要张承信 华了思存道 立盟约好说 寻日便可办好 这张承信 赶请丞相 开我茅塞 魏燃冷笑道 大隐偏在要紧处 茅塞了 本丞相明告于你 张承信者 大隐所许之地 得秦国先行主君 华了顿时惊讶的 目瞪口呆 以老宋王与他的密伤 陶义只是吸引秦国 与宋国合纵的历势 若秦国果然出兵 保护宋国 并真的战胜了齐国 陶义才能交割 即便在那时 老宋王也明白 无误地告知华了 只能割让陶义城外的 土地民户 不能割让陶义城 这块大历史 万一 齐国灭宋 只是虚张声势一场 拒绝割让陶义 自然便是顺理成章 至于献给太后的 齐国武成 本来就是 华了的随即应变之词 老宋王根本 没此打算 过后还得 想方设法地 抹平了此事 在华了想来 纵横侧士派 宪士以来 战国邦交 儿语我诈 苏秦 张仪等 不都是 凭着能言善辩 风光于列国吗 更不说 张仪以割让 房陵 行遍楚国 天下谁人不知 正是有了这个念头 话了才 口舌一滑 许下了 献给太后 齐国武成 可他万万没有料到 魏冉 竟要先行在这些地面 驻军 如此一来 打宋国 岂不是未得力 便先出血 若万一齐国不打宋国了 这大片土地 要得回来吗 见华了愣正 魏冉 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一张诚信 便见真假 合纵个鸟 粗骂一句 大秀一甩 向后便去 丞相且慢 华了急忙上前 扯住了魏冉 一秀 又是深深一躬 在下只是在想 是否禀报宋王 而后定夺 并无他意 岂有此理 魏冉一斗一秀 转过身来 没有老宋王授权 你这大隐 算身个合纵大臣 还是回去等着 做齐国俘虏 才是上策 说吧抬脚又要走 丞相且慢 化了一咬牙 但一丞相 只是 在下尚有一请 大秦帝国之 金戈铁马 第三章 东方龙蛇 就为您播读到这里 下一期 我们再见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